妹妹每次都洗香香才回家 隔至街干爹迎行 新北名游戏男子见友人失业 不仅拿钱帮忙 还说友人的小孩当干儿子、干女儿 本来以为是大好人 但其实是一头大恶狼 他自2016年起将7岁的干女儿带回住处 趁帮他洗澡时用手性侵吻歇下体 干儿子觉得怪怪的 发现妹妹每次回来都洗过澡 跟师长反应 老师追问女童才揭发 游男到案时否认犯案 但检方考量女童曾写出遭磨蹭猥亵等事实 加上处女魔有救伤不采信游男辩子 将他提诉 有新闻总和报道